當局要求支付網立即整改 處理相關責任人 同時北京市網信辦 已經對支付網進行行政處罰立案 當日支付股價下跌將近10% 而今年3月下旬 支付在紐交所上市 發行價定在9.5美元 不過上市首日就跌破發行價 今年第一季度正虧損 為3.247億元 而虧損額進一步擴大